水族箱內抓出龍蝦活跳跳 可不在海產餐廳 鏡頭拉遠來看民眾大排長龍 等著捐血獲得超新鮮禮品 謝謝你的愛心 只要捐血250cc不囉嗦 就送你一隻價值899的活龍蝦 捐血500cc送兩隻 這麼好看 即便是平日還是非常踴躍 從彰化來 這龍蝦非常新鮮 非常特別 所以你來參加 就丟給他們說 那要不要起來捐血這樣 然後差不多六點多 就從海龍蝦發過來 全台各地捐血中心大血荒 雲林一間長照機構自掏腰包30萬 準備420隻波士頓活龍蝦 送給捐血民眾 還搬來好幾個水族箱 擺在虎尾夜市 大陣仗果然反應熱烈 我們一定第一次辦 可是我們想在平中 好一點點 帶動大家出來捐血這樣 對 如果不夠沒有捐血 就給他們這樣 O型現在大概都維持2到3天 像今天O型也只有3.6天 超狂捐血活動 罕見的活體贈品 讓人大開眼界 秀人一命還能帶回龍蝦 回家家菜 記者六斌楊 楊勝李雲潔 雲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民眾來到土地宮廟拜拜 不少人為了求財或是保平安 不過從民俗的角度來看 土地宮其實分為三種 堪稱是樹葉有專攻 其實要先拜土地宮 才可以拜我媽媽跟我爸爸 原來關鍵在於 土地宮身上拿什麼法器 眼前站姿的土地宮 右手拿拐杖 左手拿元寶 民俗專家指出 適合仲介業相關 地理師 風水師等職業 前來祭拜 因為採站姿的話 他要四處去尋山 或者是你的果園 你的農地 他要去走一走 土地相關的業務 也可以尋求土地宮來協助 另外隨處可見的土地宮廟 神像呈現坐姿 手拿如意代表權威和吉祥 專家表示適合祈求 升官發財或金榜提名 另外如果是從事金融業 相關的民眾 可以拜手拿元寶的土地宮 像我們這邊是辦公大樓嘛 很多業務啊做保險的啊 還有銀行的啊都會來 他們就希望自己的業績好啊 此外少數土地宮廟會供奉土地婆 通常會佩戴紙扇 帶有抵禦外力或散去外還之意 據說能斬斷不愉快的感情 但最好是心存善念 千萬別想一步登天 以免土地宮不幫忙 越敗越隨 記者 臨時系李雲傑 台中報導 但依照規定 為了維護紗子清潔 進入紗坑前要先拖鞋 桃園卻有四歲又有童 到平鎮新式公園玩紗 兩腳都被尖銳物割傷 孩子小小的兩隻腳 都裹上厚厚厚紗布 讓家長看了好心疼 原本該是孩子 進行玩樂的紗坑 卻暗藏重重危機 不管是小樹枝樹葉 破碎塑膠 甚至是貓狗的會晤 全都充斥其中 讓人玩得心驚驚 養公主坦言 沙坑管理確實很困難 簡直防不勝防 未來也會準備趴子等工具 呼籲民眾使用前 先翻翻沙檢查安全 保全大概每兩個小時 都會做一次的尋查 那如果什麼狀況的話 可以立即有清潔人員 這邊來做處理 家長表示 沙子確實沒法清得太乾淨 只能在讓孩子遊玩前 盡量檢查 定期就是翻動一下 底下的一個沙土 看有沒有小玩具 把它撿起來就差不多了 有誰亂丟 或沒帶走的話 可以撿 沙坑維護難 卻非常受歡迎 是否要多加重視設施安全 讓孩子們能夠玩得開心 也玩得放心 記者 劉志展文宜萱 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陳怡榮 波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 來到麥當勞點份早餐 卻有民眾點不到蛋堡 麥當勞門市直接貼出公告缺蛋 所有蛋系列的七項產品 暫時無法供應 網友傻也寫到 真的到處缺蛋 連麥當勞都缺蛋 人生第一次看到 這麼大的企業應該可以 找到比較穩定的貨源 不能因為說缺蛋 然後就 我覺得缺蛋的話 應該很多人會不想買 麥當勞早餐缺蛋 不賣蛋產品 網友說原來台灣人 都有儲蓄的習慣 都會把蛋存起來 還有人說 這是局勢滔滔的幸福之地 蛋都變成了奢侈品 麥當勞回應 是個別的店家交貨不急 而不是全面缺貨 另外來到摩斯漢堡跟漢堡王 蛋系列產品也是供貨正常 蛋在量飯店一大早 蛋價上只剩下零行幾盒 又回到每人限購兩盒的限制 而且現在不但難買 價錢還漲 包商有時候柴野蛋 譬如說就買不到 或者是說要買核蛋的時候 也比較難買 你說差不多10塊到20塊 買不到蛋引發民怨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這樣說 如果天氣回穩 那情流感減少 2月下旬或3月上旬 可以開始逐步的恢復 農委會你是要管那蛋的部分 那你相關單位沒有作為 那為什麼我還要去 名字黃陽明表示 事情的嚴重性 會讓很多選票流失 那個團隊真的還要 繼續讓陳主委擺爛 素食業者來不及訂購蛋 引發網路熱議 到底接下來缺淡情形 能不能改善 外界都等著看 記者秋天節成亮 台北採訪報導